大家好 风雨兰是开花非常精美的一种花卉 它的花瓣开出来之后 鲜气十足 所以很多花友都非常喜欢养风雨兰 但是风雨兰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非常容易招虫 所以我们想要风雨兰正常开花 必须要除虫 因为风雨兰它叶片像韭菜一样 虫子最喜欢吃这种叶片 我们给它防虫的话 一般都是用一些农药 但是在家庭里面的话 用农药就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建议大家想要给风雨兰防虫的话 使用这种敷虫胺 因为这种敷虫胺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它是一种颗粒状的 然后直接在盆土的表面撒上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 而且它是一种类似型的 它会吸收到蜘蛛里面 如果有虫子吃到风雨兰的叶片 那么它就会挂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及时的给它修剪掉 这些开拜花的花杆 因为这些花杆它还是消耗非常多的养分的 看完花之后 我们直接把它掰掉就可以了 同时要给它按时按量的补充领酸药金甲 因为只有领甲严肃充足了 才能让风雨兰有足够的营养来花芽分化 让它开花更多 那么这就是养风雨兰的一些小技巧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对